台大教授蔡丁柜发起的千里苦行救台湾的行列 14号来到高雄市区游行 民进党中常委市议员严小金发动近百名乡亲加入 一路在凤山区徒步行走 高虎要求马英九让前总统曾随便保外就医 中文民进党的中常委 林小金清楚表达立场 其实这一次千里苦行救台湾主要的目的呢 不只是为了有公共青春党 而是我们要向当主马英九 生一个正常的独立的司法庆祝 我们要跟马英九去争一个重心的学院 中文民进党到现在 一路曾侦查到其次不到审判 中间的司法争议不断 这大家有没有共同 再者一个现任的总统到现在被关了四年 这在任何一个民主国家都是非常不可思议的事情 到现在也衍生出了阿扁总统的健康身体已经出现问题了 其实我们看到不管是在领域 不管是专业的预设计法庆 很多的本土社区 都不断与总统 我们要去正视阿扁身体健康 甚至我们也看到很多的国际组织 不管是人权组织 国际自由联盟 国际特赦组织 甚至是美国前司法部长克拉特 都亲自来台湾盼望过 陈水扁总统的时候 他们也向正当局提出沉重的呼喊 但是我们看到 马英九总统依旧不动于中 坦白讲 我们一直认为 阿扁总统也是一个 身为一个人 就应该有他要受到的 人法安全的保障 也应该有他应该要受到 必要的保障 可是这些一点 在阿扁身上完全看不到 所以民主进步党也好 民主社团也好 我们就希望说 既然总统已经压榜 已经恶容了 让所有的人物的力量 走出来 让他看见 让他听见 事实上民主进步党 中央党部的权益 在人权担任代理主席的时候 他就已经很清楚地宣誓 民进党跟本土社团 我们绝对会分禁 合情全力救 当前居市长在代理主席的时候 他也清楚地宣誓 透过中常会的宣誓 要求各议会党 不论如何要分过停点的协议案 目前为止全国22个县市 只有15个县市通过停点案 我相信不久的将来 高雄市议会也一样的会通过 我们最后再一次地呼吁马英九总统 不管你对阿扁的仇恨有关心 不管你求知他的目的 为何 但是我希望 拉高总统的高度 试着去做一个能够让蓝绿和解 让社会进步的瑞士抉择 我认为让阿扁法外就义 是平二的选择 公投护台湾联盟 即台湾旧贬义勇军 迁离苦行旧司法 立即释放陈水贬的苦行活动 此次号从屏东来到高雄市 与小金在进入高雄市区的高屏公路上 率支持者迎接 并加入徒步行走 未来三天苦行活动都在高雄 严小金表示全力配合支持 UNNTV记者综合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